今天就像理智图所说的一样 实力可能要是稍高于我们一筹的 亨克 屈明星这是干嘛 屈明星直接往后撤了 总感觉有点独立在撕穿着整个体系之外 比较依赖的是个人进攻 赛季戳得倒还行 最近他这场时间压缩 逐渐在被压缩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发球也进 双眼护 封克 单打张春军 好球 亨特这球突得真漂亮 第一步过掉居明星 随后面对张春军 还有欧俊选同时起跳的防守 还能够把球打尽 哎哟哟 亨特的手感来了 哎 实际亨特平时没那么直 他不是一个擅长投三分球的球员 哎 但回来之后上海队马上又出现了一次失误 亨特再下两分 据说明说已经很没有办法了 哎哟 亨特现在是勇猛无比啊 对 已经是半到位的情况之下 他说我打三号位的球员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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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特回来之后的反击又再次造成了刘征的防守犯规 而且两分打进 真的是没办法去攻吧 哇 亨特的反击 朱顺伟啊 他的就是说 这里就要给阎鹏点赞了 阎鹏其实不管说硬度上面也好 时间来作为征兆序的情语表啊 哎呀 这个三分球 投进 还有一个犯规 场边四川 这个晚上 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没有把亨特的三分球给限制好 这个赛季 亨特的三分球投篮命中率是36.4% 但是他出手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这块挺的 哎哟 今天亨特是怎么了 这球是真拦不住 而且呢 今天这个进攻手上的感觉上面输入鱼差很多啊 好的 亨特 哎呀 没办法 分差有五分 还是广州队 还是四川队的进攻球权 六分 要把这球防下来 不要造反规 哦 那必须要三分了 再来看一下 亨特呢第一步是过掉局明星了 但是随后是基门和欧俊瀉一起过来补防 也没有能够防住 终于画板了 哎 要画板了 还是局明星来防亨特 亨特 跨步 哎呦 在最后基门立功了 哇 鸡们 果然 这个帽还真敢盖 哎 鸡们帽的 这个帽真敢盖 对 也是个慢打 并不快 这个时候上海队被动了 亨特 防住 进了 好的 来看一下 这次的罚球怎么样 114比111 三分分差 亨特 外线三分球 哎呦 真进了 亨特 这个三分球 太致命了 来看一下 防守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起跳之后 亨特就是把球给投进了 比赛 没有意外的话 进入到了第二个加速 这个晚上 三分球命中率 原先是九投四中的亨特 现在来到了 百分之五十的三分命中率 十投五中 都是顶着头的 亨特的得分也来到了四十九分 就是 不看体能来说的话 其实两边 阵容是 现在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亨特 还是面对金铭心的防守 他想投啊 还能进 今天真的是 亨特 哇塞 而且他还真能把球投进 这边的话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亨特再下两分 哎呦 又一个失误 两个失误连着 连续都是从身后球被掏掉 你刚才五分的领先瞬间被抹了 欧俊炫顶五 实际也一样 对方也是残阵的 你想 下支赛 下支赛 下支最高的应该是亨特 哎呦 这下横向跨步之后再拿两分 要防住亨特 亨特 挡不住了 挡不住了 神党杀神 现在 挡不住 欧俊炫现在已经是五次犯规了 这球 看亨特这一罚 哎 所以说他来实战队之后 实战队对他的确是很磨磨尸尖了 哎防一攻啊 上海队只能换上黄絮了 很干净的话 那是不确犯规的 对 比如说像第二截上来遮 还犯规 两罚劲的话 还差一分到70 哈哈哈